國家元首蘇丹阿布拉 也預準第十五屆第二屆 第一次國會會議 所通過的五項法案 國會相議院副議長劉強燕指出 這五項法案分別是二零二三年供應法案 二零二三年二零二二年附加供應法案 二零二三年刑事法點修正法案 二零二三年刑事程序修正法案 及二零二三年暴力稅确正法案 劉強燕在第十五屆第二季 第二次國會會議復會時說 上議院主席丹瑞瑞瑞甲店也通知 上議院已批准下議院上次會議 通過的所有十三個法案 他也要求所有國會議員 遵守部長回答環節的時間規定 以便每天能解答十五道問題 同時他也勸請所有議員 在會議期間戴口罩 作為防範新冠病毒措施 並採取適當措施 因為國內正面臨炎熱氣候 另一方面劉強燕也提到 在本月六號和七號為期兩天的 國會開放日獲得不錯的迴響 因此這將成為國會的年度活動 同時他也向促成國會開放日的各方致謝 首相兼財政部長的Datostry Anwar指出 我國政治穩定且明確的經濟政策 成功在今年首季吸引各經濟領域的 五十九點七 這本手機支出則為九百三十三千令吉 佔年度撥款的百分之二十四 比今年同期的八百六十七億令吉 高出百分之七點五 川越年的壓力 環境內obe近百姓 這個長Mo買 GI Life他的增加中 五十七百三十四 五十四七場 新疾民三三十四 最後甚至於ierマン雙蓮 這個而知ISA 比手我們的屯 首相还指出 会议机构在二月维持对我国的评级 也是彰显该机构对政治管理经济的信心 首相的都是安诺尔指出 将在今年进一步详细说明三项改革议程 包括二零二三年新工业大蓝图 第十二大马计划终继报告 以及二零二四年财政预算案 并强调相关议程的改革 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和照顾人民福祉 第十二年财政预算案 第十二年财政预算案 安诺尔表示需要详细说明的新方案 包括通过自动化和数码化提高生产力 以及鼓励高质量的私人投资 为我国创造体面的工作和收入 首相的都是安诺尔指出 T20高收入群体将不再享有政府发放的任何补贴 包括在用电和朝圣方面的补贴 同时指出政府预计将在今年底完成中央数据库中心 以协调和评估符合资格者的补贴分配 中央数据库中心 首相是在国会回答拉绿国会议员 的问题时 这么指出 此外安诺尔以朝圣者为例 说明政府会增加B40群体的朝圣援助金 但不会再为T20群体发放朝圣经费的补贴 而是让他们自行负起朝圣的费用 首相的都是阿曼还说 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到访我国进行特别访问的四天里 政府将持续与哈利德展开讨论 一位英马发展公司债务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 是在昨天晚上抵达吉隆坡 并将在我国展开为期四天的特别访问行程 这也是他在受命为王储后首次到访大马 通讯及多媒体部通过大马数码经济机构 推出电子企业家计划 旨在为数码科技的运用打造更致包容的文化 通讯及数码部副部长张念群透露 该计划也支持数码企业技能发展 尤其是在数码营销及电子商务的领域 影片的组码予之一 社会的行程能注定会绿 在达超约大师的非理学的首码风Red 真正的全部ωซes 至总维于回首尼 技能活的山西亏 张念纯今天在国会下议院会议问答环节 回答民主行动党白山罗区国会议员郭敏信的提问时这么指出 他指出电子企业家计划将为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及小商家提供加强数码技能培训 并以线上及实体的方式进行 张念纯说该计划自2015年起提供多项电子企业家培训 包括涵盖商业管理 创业 数码化及数码营销的基本培训 同时提及从今年开始该机构也会推出基准数码企业家培训 以提供有关管理 营销及数码科技运作的更详细培训 包括商业模式策略 创意内容开发 社交媒体平台运用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管理 针对游者企图推翻霹雳州政府的谣言 霹雳州大臣Radosri Saarani 今天率领霹雳州团结政府的州议员 召开新闻发布会展示团结政府议员占同一阵线 藉此反驳,比例州议会反党主席 反党领袖,拉子曼推翻团结政府的言论 当中央表现出现状态的状态 当时有可能会拖累政府的家庭 当时有可能会拖累政府的州议员华 并不拖累政府的州议员华 因为政府的州议员华 被拖累政府的州议员华 是指引人的家庭 因此他们会拖累政府的心理 疑问,拖累政府的心理 和状态在类疑中的团留 萨达尼表示 他与辟州行政议员及所有州议员 将坚守霹雳州政府的稳定 并慎重否认有州政府议员跳槽 及推翻州政府之言论 更何况辟州已经落实反跳槽法令 因此他促请政治人物做个负责任的人 不要再制造对辟州没有效益的争论 反之应该提出正面意见 备受瞩目的2023年 不多交易国际海事和航空展览 将在明天掀开序幕 有经济学者认为 这场国际海空展 不仅对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时也能刺激当地经济 与提高当地业者的收入 这场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这场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场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五个影响 在这场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明天开始就OK了 在市场上的客户里都可以 在这场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这里吃 在看五个影响 在看五个影响 可以在夜中的影响 Langkawi adalah pulau pelancongan jadi pada masa yang sama kita dapat mempromosikan pelancongan di Langkawi jadi agent-agent pelancongan juga sudah tentu dapat menawarkan perkhidmatan yang menarik kepada pelancong-pelancong yang datang untuk berkunjung ke tempat-tempat menarik di Langkawi di samping menghadiri pameran 5 ini 受疫情影响而停办的 2023年 FULO交易国际海事 宇航空展今年副办 预计将有来自30个国家 至少600家公司参展 放年达到80亿令吉的交易额 selamat menikm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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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动态 给您查播一则最新消息 大视觉 知天下 风雨不改 陪你贯穿世界脉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20日晚上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的一座足球场 发生严重踩踏事故 量成至少12人死亡 受伤人数不详 有现场观众表示 门票抄卖造成入场人数过多 不排除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这起事件发生在 萨尔瓦多的库斯卡特兰体育场 事发当时 该体育场正举行 阿利安萨FC足球俱乐部 和CD法斯的四分之一决赛战 其料大批球迷 在现场门口发生了推挤 最终量成踩踏事故 致使比赛立即暂停 萨尔瓦多足协 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发文 向受影响和身亡人士的家属 表示深切的慰问 足协也补充 将立即针对事件展开调查 据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许多疑似失去意识的球迷 堆叠在地上 身体完全不动 也有许多球迷在避开 躺在地上民众的同时 落荒而逃 据路透社报道 该体育场可容纳 超过四万四千名球迷 菲律宾马尼拉的地标建筑 中央邮局21号晚上发生火灾 火事持续超过七小时 才受到控制 没有人死亡 但有五人因此受伤 目前已经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当地消防部门透露 该大楼21号晚上11点41左右起火 直至隔天早上7点22分 火事才被成功扑灭 造成建筑内部受损严重 马尼拉中央游职大楼 位于帕西格河岸 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 是马尼拉市的地标建筑 该大楼于1926年竣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毁 直到战后得到重建 目前起火原因及灾损情况 还有待当局进一步调查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朱铭鱼 感谢收看 Salam Malaysia Madani 再会